弟兄姐妹感谢主妹又一起来敬拜了 你知道吗 敬拜真的不是好像只是唱唱歌等人 敬拜是把你的心对齐来领受 你知道吗 当你的心对齐上帝 你领受到今天神对你说的话语 特别是那个对你的Rama 你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你就可以看见超自然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所以让我们一起好好来敬拜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耶稣爱你永远不变 你知道吗 你在母父安中背着他一抱手 他找你的肥腹心肠奇妙可畏 他一看见安排 都写在车上 耶稣爱我永远不变 我只荡漾 我在母父安中背着你一抱手 你在我的肥腹心肠奇妙可畏 你看见安排 都写在车上 你锁定的日记 我尚未独一日 你想我的一念宝贵 叫我未来又盼望 我坐下我起来 你笑的你看顾 我心路我藏我 大大蒙福深深悲哀 我往哪里去逃 躲避你的痴爱 在我前后围绕 暗设在我身上 飞到天涯海角 你在哪里等我 无论我在哪里 你都与我永远同在 永远同在 我清理着你的知晓 我心为你引导 耶和花将我怀绕 只是奇妙无法到 我舌上说得到 你完全都已经知道 你的心事崇高 我永远不会明了 我在暗中受造 是你可谓的创造 我心一生知道 我是你奇妙的受造 耶稣爱我永远不变 我只荡漾 我在暮腹岸中被造 你已保守 你造我的飞幅心肠奇妙可畏 你看见安排 都写在座上 你锁定的日子 我尚未独一语 你想我的一念宝贵 叫我未来有盼望 我坐下我起来 你笑的你看顾 我心路我藏我 大大梦腹 深深被爱 我往哪里去逃 躲避你的致爱 在我前后围绕 暗舍在我身上 飞到天涯海角 你在哪里等我 无论我在哪里 你都与我永远同在 永远同在 我永远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仰望神我的心啊 不要看风雨 但要仰望你 你笑脸帮助我 我要宣告 耶稣我的平安 耶稣我的意志 耶稣我的供应 你是我一切所需 耶稣你已是我的母子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喜乐 你已是我的心啊 我为何有能 我为何烦恼 我为何要仰望神我的心啊 不要看风雨 不要看风雨 但要仰望你 请你笑脸帮助我 我要宣告 耶稣我的平安 耶稣我的意志 耶稣我的供应 你是我一切所需 耶稣我的供应 你已是我的力量 你已是我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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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啊 你的心法使我又平安 你成为贫穷 为使我付出 你的释迦是我的身 谢谢耶稣我的供应 谢谢耶稣我的供应 谢谢耶稣你是我强壮 你应许我彼得地位 耶稣你成为走主 为使我蒙福 基督令我隐心的身 你的话语 使我可自由 你的心法使我又平安 你成为贫穷 祯害我又骛补 我项应 你 ще身 食语 鼻得地位 祇 Hungary 你已是我的社团 你已是我的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信得神 所以主要我们可以拥有一人所有一切的好处与福分 并且我们真知道我们宣告出来 主要我们耳朵听见 我们也心里相信 我们知道我们就必得着这一切的好处与福分 谢谢耶稣 并且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宣告出来 是因着已经有耶稣为我们背负这一切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 大大掌控 大大得着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感谢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坐 感谢主 我刚刚在这首诗歌Ending的时候 上帝有突然给我想到一件生活当中的小事 我觉得非常的感恩 就是当我们在宣告出来的时候 这真的是带有带有能力 你也一个 就是只有 就是一岁多的小娃的祷告 神都听见 为什么我会说一岁多的小娃 就是我儿子 因为我每次 就是每个礼拜我会带 就是我们全家回娘家 然后呢 我回娘家的时候 我就要找停车位 然后我之前有分享过嘛 我就会带着我的儿子祷告 然后呢 几乎每一次 我们祷告都会有停车位 然后呢 我为什么说几乎 因为还是有一两次没有 那我最近就 哇 我觉得上帝真的好恩典 因为那一两次没有 我们没有免费的路边停车阁 我们就去停停车场的那个位置嘛 那我就有缴停车停车费嘛 那但是他有发票 然后那个发票呢 呃 郁军传道 就是我老公 他就把他存进他的载距里 然后他最近在对头统一发票的时候 他就说 哇 每次去停那个停车场 就是很不常 因为就是没有路边停个 没有免费的路边停车阁 才会去停那个停车位 停车场 但是呢 每次去停都会中发票耶 而且那个中的发票的金额 都比我们要付的那个停车费还多 所以你真的会知道跟经历说 哇 当你宣告出来 你就是蒙福的 即便不是照你所想的 你有免费的停车格 可是上帝却更丰富的补给你更恩待 就是如果我缴了120的停车费 可是上帝让我中了200块的那个统一发票 那我不是还多赚了80块吗 所以我觉得哇 上帝真的好恩典 好祝福我们 所以当我们宣告出来 我们就是相信我们已经得着 即便不是用我们以为得着的方式 可是上帝就是要祝福我们 阿们 好 感谢神 所以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是义人 我们可以宣告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 而且我们更知道 我们凭什么可以宣告 是因为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 因着耶稣 所以我们得以成圣成义完全 并且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 阿们 好棒 感谢神 并且神的儿女们 让我们现在一起来临圣餐 我们一起来纪念耶稣 纪念耶稣 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 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能够宣告 我们能够得着这一切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 能力 不是靠着我们祷告的好不好 而是我们真的知道 不论我们好或不好 我们靠的是耶稣 阿们 我们真的知道 因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 以至于我们可以 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实人座前 并且得连续蒙恩惠 得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感谢神 所以只要你是相信耶稣 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背负你一切的罪 定罪 死亡 疾病 并且胜过这一切 也复活的 我们都欢迎你 跟我们一起领圣餐 不论是在线上的 或是在现场的 我们都欢迎你 只要是相信耶稣 为你完成的 完成工作的 我们都欢迎你 跟我们一起领圣餐 当然 如果你能够受洗 当然更好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 只要你愿意相信 我们也邀请你 跟我们一起领圣餐 那我们相信 只要你尝过主恩的滋味 你会觉得很棒 那你就会想要受洗 如果你想要知道 怎么受洗的话 你可以上我们的YouTube 搜寻恩宠教会 我想受洗 那就会有一篇 短短的 你就可以跟着巨星牧师 巨星牧师就会告诉你 为什么要受洗 受洗的目的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 然后你听完之后 觉得好 我要受洗 就可以跟着影片里 一起受洗 你就完成了 很棒 是非常容易跟简单的 那我们做这个影片 也是为了 那个将来的末世预备 好 对 感谢神 都为我们预备 所有的一切 那我们重要的是 我们就是跟随神 我们一起做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而且你要知道 神不会要你做 那个你做不到的 或很难的 神要我们做的 永远是那一件 那一件 你做得到的 对你来说 是亲神容易的事情 阿们 因为神 要我们与他同工的目的 不是要你做 因为即便你不做 神也可以完成这一切的 可是神 为什么要我们 跟他一起做 是因为神要 我们能够得奖赏 因为神也是公义的神 总不能就是 你没做工 也给你奖赏 这样对别人不公平 可是我们的神 是公平的神 是公义的神 所以神要我们做 是因为 他要使我们得奖赏 然后 他又是公义的 但是神不会将 那个很难的事情 交给你做 阿们 好 感谢神 那让我们一起 纪念我们 这位美好的耶稣 美好的救主 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 受变上受刑法 而且为我们 背负一切的 诅咒 疾病 他已经付上 那个 极重 无比的代价 他已经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耶稣 因着耶稣 所完成的工作 我们得以来到 神的面前 并且我们 纪念耶稣 完成的工作 谢谢耶稣 我们纪念他 我们一起 拿起耶稣的身体 我们剥开 如同耶稣 为我们打碎 他的身体 我们辨明 这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就是按理 吃主的饼 和主的杯 谢谢耶稣 这是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舍 我们一起领受 谢谢耶稣 这是你的血 与我们所立的约 主要谢谢你 我们真知道 你以这个血 与我们立约 并且将我们赎回 你已经用你的血 洗净我们一切 洗净我们一切的 罪 一切的不义 并将我们赎回 使我们在神的家中 谢谢耶稣 与我们立着新约 我们已在恩典之下 谢谢耶稣 我们一起领受 这是耶稣的血 感谢神 让我们一起 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来祷告 家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的身体 真是可吃的 你的血 真是可喝的 主要谢谢你 让我们每一次 在咀嚼跟 领受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知道 你已经完成的工作 你已经完成 就没有人能够飞去 谢谢你 所完成的工作 并且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将你 持合进我们的里面 你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在你的里面 主要因着你 我们得以完全 并且我们知道 我们靠着你 我们就能够 越来越像你 也越来越完全 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能够得着 那个奖赏 谢谢耶稣 恩待 祝福 保守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真知道 我们信的人 必有神迹其实要跟随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活出 那个在地 如在天的生活 谢谢耶稣 合得美好 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 感谢神 接下来我们请 同工开始帮我们收奉献 感谢主 恩从教会 每一周都收奉献 但是我们真的要很 清楚的 跟鼓励弟兄姐妹 你们要知道 十一奉献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 我们比较鼓励 你十一奉献 而不是 好像 好像 嗯 我是因为不好意思 所以 我有吃教会便当 所以我奉献一点 或者是 啊 因为我今天有来 我有领圣餐 啊 我奉献一点 你要知道 即便你不奉献上帝 一样爱你 上帝不会因为说 哦 你有奉献 我就为你死的多一点 没有 不管你有没有奉献 耶稣都为你死透过了 好 那所以 你奉献不是买属神的爱 也不是买属神的恩典 所以 你知道 十一奉献也是一种 就是 很棒很棒的祝福在其中 所以为什么恩宗教会每一周都收十一奉献 但是如果你月初已经十一奉献 你就不用 每一周都十一奉献 而是因为我们 呃 就是考量到 弟兄姐妹 可能 哎 他可能不一定是月初零薪水啊 他有的人月中领薪水啊 有的人月底领薪水啊 感谢主 那个月底领薪水 通常都是领下个月的 就是你还没有工作 就先领薪水的 这种也很好 对不对 但是 呃 有一些 公 呃 公司就是 你要 做完这份工作 你到下个月的月初才领薪水 对 好 所以 就是 每一间公司制度不一样 那我们 呃 为了让每一位弟兄姐妹 他们都能够 经历十一奉献 的 祝福与美好 就是不要错过 这是你的权利 也是你的义务 很多弟兄姐妹都只知道 义务 都以为十一奉献是义务 然后不知道十一奉献的权利 所以真的鼓励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十一奉献 有许多美好祝福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十一奉献权利的 这种姐妹 你可以去上网 搜寻看我们的 呃 香香牧师有 告诉你十一奉献的五大权利 记得要去看 那 义务这件事情呢 对 他其实是义务 可是你知道连 义务这件事情就是 你没有十一奉献的诅咒 连耶稣都为你背负了 所以即便你不奉献 你也不会有诅咒的 感谢主 但是呢 如果你愿意来经历 上帝的祝福 就是经历那个 我说的就是呃 以此试试神 然后你真的知道上帝要祝福你 并且因为你有十一奉献的时候 你真的会知道说 哇 你的奖赏就来了 那没有 没有奖赏 你还是很好 很朦 很蒙祝福啊 但是 你如果想要有奖赏的话 你真的可以来试试他 那我这边也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们一位弟兄姐妹的 那个十一奉献的见证 他说就是呃 他自从知道 因为巨星牧师在台上也常说嘛 当我们有十一奉献的时候 上帝真的会把我们的钱变大 那所以譬如说你一样 你的薪水就是假设就是好 一个月月收五万 然后你十一奉献 假设五千 然后呢 举例啦 这是举例 那你会觉得啊 我我我奉献五千好多 可是你知道当你有奉献这五千的时候 你剩下四万五 上帝会把四万五变得更大更大 超过你原本的五万 那这样你是亏还是赚 当然是赚啊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就分享我们一位姐妹的见证 他说呃 他自从十一奉献 并且知道 就心目的是说上帝会把我们的钱变大 之后他说他就经历了 他的牙齿 本来做一个呃 类似牙套或者一个一个疗程 本来市价是要大概两万五到三万 可是他就是相信 他有十一奉献 他有上帝的恩宠 结果最后真的他把这个疗程全部做完 他的那个牙齿呃 做那个牙 牙套的关系的 的东西最后只只付了七千块 真的是哇 价差好大 对不对 你都不知道原来上帝 而且这只是一件事情 那可是有还有更多更多的见证 还有人是买房子的 呃还有我我以前有讲过 我我我我们家我我我们家的房子也是经历上帝非常大的呃 见证我我们我们我们家新买的房子 现在别人就隔壁隔壁动的邻居已经卖到一瓶七十 可是我买在一瓶四十六 所以上帝是不是也把也把我的钱变大了 所以你真的知道 你真的要知道上帝真的会使我们的我们的财物心胜 不一定是啊赚很多钱 但是也有可能赚很多钱 比如说我上次有分享过我妈的见证 她短短的时间就把她的那个 她没有去要特留份 可是她就有机会跟她的兄弟姐妹传福音 但是她的特留份 她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赚回来了 所以其实当你依靠神的时候 你真的会知道你不会亏损 你会经历祝福蒙福的人生 可是当然很重要就是 你要十一奉献跟你与神同工 那所以我们真的鼓励丁佣姐妹 你们可以来试试十一奉献 那如果你对恩宠教会连续十一奉献三个月 却没有任何看见进步或改变 欢迎你可以跟恩宠教会联系 呃但是是对恩宠教会十一奉献哦 那我们会呃帮你呃检视一下你的财务状况啊 然后哎你有没有在财务管理上 因为神也是要我们做好的那个管家 你不能乱花钱啊 然后你的财务都没有规划啊 那那这样子还是有问题的 那但没有关系 上帝要帮助我们 把我们使我们成为好好管家 这样子好我们奉献说完了 见证也讲的其实还没讲完 因为神神的工作实在是多到就是说不完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神机时刻看 我们神机时刻有很多见证 然后线上丢姐妹 我相信你们也已经十一奉献呃完成了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在线上十一奉献的话 我们官网都有清楚的资讯可以呃上网去看 我们所有的资讯还是以官网为主哦 对于现在诈骗真的太多了 所以呃如果有任何的呃以牧师个人的名义 或是以呃其他的名义来跟你收奉献的那都是有问题的 请跟教会求证这样 那如果呃就是教会所有收奉献的管道都是在官网以官网的为准 这样就绝对不会被诈骗好最重要就是看账看账户嘛 账户就是呃社团法人谈恩宠教会协会 那如果是海外丢姐妹就是我们的账户是爱恨谁 对好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教会联系 包括哎也想确认教会有没有收到你的奉献都是可以确认的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夏里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真实的经历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翻转与祝福 就让我们真知道不只是在财务上 那是在我们的健康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 在我们的各面向上 我们都要来经历上帝的祝福 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你不是小神 你是大神 你是掌管权力 掌管每一件事情的 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来向你求 谢谢耶稣 你何等的美好 祝他谢谢你 祝福恩待我们 也保守我们在神的家中 天天经历上帝的恩典 也谢谢主 祢悦纳我们的奉献 使我们的奉献在神的家中成为 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祝福 更重要是我们知道 祝祢看见我们的心 祢悦纳我们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那在讲到之前 请大家努力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还有在下面留言 因为当你按了分享 写了一些留言 其实很多人会被鼓励 比如说像我们的团队 好 对 然后也很多人会看见 因为你留言 多那个YouTube 就会把它往前推 然后就会更多人看见 你都不要这样也算传福音 如果给人家一杯凉水 都不得不受赏赐 那你留个眼 或你按个赞 更多人看见 那会不会得到更多的赏赐呢 而且按那个赞 你不消掉 就传到耶稣基督再来 或者是YouTube公司收掉 那应该不会收掉 对不对 所以 那是不是很值得呢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让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来祷告 主要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谢谢你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我们有一位至高的上帝 他要帮助我们 赎回我们的时间 重新来过 帮助我们懂得 如何与他同工 今天你的话语被打开 就发出亮光 我们听懂你的话语 知道你的心意 看见神迹发生 与你同工 过去的失败都过去了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要得耶稣基督 从上面来 招我们来得的奖赏 祝福这里每一位 重新进到那美好的祝福里头 帮助我们 有请听耳跟请听的心 得到你的Rama 谢谢你经分别为圣孩子口跟孩子的心 谢谢你 今天你的光 你的爱 你的同在 来临到这个地方 我们大大得着你的美好 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第一个经文 路加福音18章31节请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 对他们说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耶稣再次预言 他去耶路撒冷之后 他又发生了事情 好 现在在一路上了啦 现在就是已经往耶路撒冷前进 还没到 那你不要他走多慢 因为他在很多地方分享了很多话 对不对 那你知道你去了之后 很快就要训到了 那你会走多慢呢 我可能会走一辈子 对啊 我可能就不想去啊 开什么玩笑 其实耶稣有变想上十字架 知道吗 耶稣不是自虐狂 你知道吗 哦耶 会被鞭打 还可以钉十字架 耶 好变态哦 对不对 不是啊 耶稣并不想 如果可以 不是说不想 耶稣 如果可以有别的 救全人类的方法 他其实不想 所以他最后天晚上 跟上帝祷告说 主啊 如果可以请车去这杯 然后就到这里了 没有下一句 我们就完了 那我们现在赶快回家睡觉吧 礼拜天 现在一种天气很好睡 对不对 线上就关掉睡觉了 哎不要真的关哦 哦好 问题是他 下一句是 主啊求你车去这杯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对啊 因为他也是有肉体的 他没有醉性 可是他有肉体 丁十字架非常痛苦的 好不好 你不要以为丁十字架 就是手痛脚痛啊 什么的 丁十字架的痛苦 是当你钉在上面 你的体重会压迫着 你只有三个支撑点 一 二 然后脚 这三个支撑点 要称你这个体重 你算一下 除起来是多少 几十公斤吧 每一个点 就算你就有三十公斤 也有十公斤吧 对不对 我们当中有三十公斤的嘛 对不对 有啦 有小朋友啊 好 你懂我意思吗 那如果你九十公斤呢 这三个点要三十公斤 多痛啊 到底定了还不一定 有不同的说法 好 OK 所以呢 你会被压迫着 所以你压迫着就没有办法呼吸 你知道吗 你会被人家压着没办法呼吸过 就按摩的时候 那是痛到没有办法呼吸 好 然后呢 所以你要把手撑开 把你的脚蹬一下 撑开来 你胸墙打开才有办法呼吸 你一分钟呼吸几次 你痛的时候特别多次 对不对 好 所以十字架痛苦的地方是在于 你活着 你每一次呼吸都受一次苦 撕开来疼痛 这样子的 然后为你撑下去 所以 还有一件事就是 这个东西的设计本身 不会太快死掉 你知道吗 因为你那么痛 你会分泌肾上腺素 然后你的身体会让你 想你办法撑活下去 所以你在承受这些痛苦里头 一直不断的承受痛苦 然后又 就是承受窒息 然后疼痛 然后撑开 然后很痛苦 然后又撑下去 然后又窒息 这样 然后一直 这样很像零食厨食 差不多就是一点一点 让你承受 懂意思吗 大家知道什么是零食厨 就是把你一块一块 骗下来 还不准你死 所以为什么 耶稣那么快死掉 他们很讶异 耶稣怎么可以那么快死掉 不可以啊 因为首先 就约有一个预言说 他一根骨头不能折断 对不对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他们要去 打断耶稣脚的时候 不打断 因为耶稣已经死了 那剩下两个人 为什么要打断 因为你看到两个点 没有第三个点 我打断你的腿苦 你撑不起来 你就会自喜而死 懂意思 所以 实际下是如此的痛苦 这是我们的主 为我们承受的 好 所以他都为你受那么多苦 你就不要再自己 自我定罪 他已经赦免你一切的罪 好 所以当他承受 这一切的时候 然后呢 他不断地 完成就约 所有一切的一切 预言在他身上 所有那一切 然后成就了 而且前面还为你做一件事 一般十字架是不用 不用被鞭打 他就盯上去 为什么 因为鞭打 等下 死血过多就挂掉 那就太快死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临迟处死 我有去查 临迟处死 如果太快把那个弄死 两刀就给他死的话 这个 这个 负责 消他的人 有责任 还要被关 好 所以啊 主耶稣却先为我们受了鞭伤 他先为我们受了鞭伤 为什么 十字架是不用鞭的哦 十字架就上去挂着了啊 为什么耶稣要受鞭伤 因为太刺激了 再多打一下再上去 不是啊 因为鞭伤是要使你得医治啊 刑罚 使我们得平安 使我们罪得赦免 这样就很好了 如果我们人生都没有 事实上有不少基督教派 相信 没有超自然的神迹意志 他们认为神的心意就是 他想医就医 神不医就不医 好 那他干嘛去受鞭伤 因为他的鞭伤 要使你得医治 他的刑罚使你得平安 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 当然是选刑罚得平安 因为罪得赦免更重要 这一生是暂时的 问题是他前面还为你受了鞭伤 鞭伤使你得医治 所以我们每次都只知识 很多人很多 很多教会他们只知识 罪得赦免 因为不相信罪得赦免 就不是教会 所以教会会相信罪得赦免 不相信病得医治 那就亏很大 本来是 比如说你去一个吃豆腐餐厅 然后你就以为只有左边这排可以吃 右边一整排都不敢吃 不是很可惜吗 对啊很多人就这样 他就只敢去拿那个甜点咖啡 你没看到那个热眼牛排跟龙虾吗 哦那不是我配吃的哦 那我就没办法 我已经劝你很多次 我已经告诉你可以去吃 我还吃给你看你还不相信 哦你那个一定加钱的 那我也没办法啊 所以你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吗 好好把你的龙排 龙排什么 牛排龙虾吃的开开心心 让人家看见上帝的荣耀 所以你要活得健康 平安 然后喜乐 然后人家就觉得 哇信耶稣真好 居然有吃到饱 我们是一个更丰盛的吃到饱 吃到饱都有限时 对不对 时间到老板总要 如果不限时 你三天都不走啊 对不对 正常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是永恒的啊 直到永远 大大张口就大大充满 有感觉吃了是不是大大张口 对不对 就大大充满啊 而且你 你的胃是有限量的啊 你领你是无限量的啊 大大张口大大充满 好OK 所以绝书在去的路上 他就先预言将要发生的事 请看下一页 好 32 33节请勉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凌辱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 并要鞭打他 杀害他 第三日他要复活 好 请问这里哪一件事是他可以控制的 如果他自己可以控制的 有一些他自己可以控制啊 对不对 比如说弥赛亚要依那个瞎眼的看见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可以去依嘛 这他可以控制嘛 对不对 哪一件事情这边是可以控制 他要被交给外邦人 被交给就不是他决定 他被绑起来 对不对 结果他最后是只被交给犹太人 那这个应许就不成就啊 对不对 没有可是他被交给外邦人 对不对 本丢比拉多就是外邦人嘛 罗马军团都是外邦人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把他们把他送去的时候 他们很尊重他 他们有听过他讲到 都没有戏弄他 凌辱他 那完了那就没有成就啊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他们就要戏弄他 凌辱他 然后凌辱他 凌辱完了之后就 结果吐了 痰在他脸上 哦不行 要吐唾沫哦 他可以控制吗 刚好那个人 刚好里面没有口水 只有痰 然后吐了痰不是口水 糟糕了 应许没有成就 哪一件他可以控制 没有啊 对不对 然后还要鞭打他 为什么 还要特别强调鞭打他 为什么 因为你要病得医治 了解 如果没有鞭打也OK啊 为什么一定要鞭打 为你得医治啊 人家都为你做这么多 还不相信 然后你一定心里就说 我也祷告我得医治啊 怎么还没有 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 如果今天讲这个 就不用讲后面了 可以去看 我们早就讨论过 为什么还没得医治 然后早就讨论过了 去搜寻恩宠教会 控格得医治 或恩宠教会 控格鞭商 各样的事情 我们都有讨论过 好 并且要鞭打他 如果鞭打完作 放了他呢 彼拉多本来是这样规划的 打完作 不要杀他 因为彼拉多不想要 发生乱子 他的任务就是维稳 要让整个 耶路撒冷整个稳定 所以他知道 工会希望这个人 被虐待 他们不爽他 所以他鞭打 可是他也怕杀了耶稣之后 耶稣的门徒们起来 造反作乱 所以他打算打完之后 放他的 但是后面下面那样 盯他十日加盯他十日加 那只好杀害他 那还要洗个手说 与我无关 这不是欲盖弥障吗 对不对 不是我干的 不是我干的 这里没有银子三百两 此地无银三百两 对啊 好OK 所以啊 鞭打杀害他 然后呢 第三日要复活 第一日复活不行 第五日复活不行 一定要第三日哦 这还可以控制吗 第三日之后继续腐烂 这正常人类嘛 对不对 复活也不是他可以控制的啊 对不对 我所谓 他可以控制 当然以从神性来说 他掌管这一切 可是以人性来说 正常人是没有办法 去管理这一切的 对不对 好 大概在一个多月 美国要选总统 到底会是谁选上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他选上的时候 穿什么衣服吗 他穿男装还是女装吗 因为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嘛 对不对 你叫川普去穿女装 他绝对不要 对不对 好OK 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他穿的 他选上的时候 他会被戏弄跟领努吗 没有 对党还是会说一些 对不对 会人吐吐默在他脸上吗 不会 应该不会 对好 然后呢 还会有人暗杀呢 我又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可是他可以讲这些细节 你看这就是我们神的超越性 短短两节 没有一件事可以控制 每件事都成就 而且不是我们基督徒 自己写的历史 自己写的小说 是你去查那个 罗马帝国的记录 那个有一个叫 约瑟夫斯的历史学家 他是犹太人 他是敌对耶稣 他有写这些事情 是怎样 对啊 自己人都把自己写的啊 就觉得都 找理由去穿着附会嘛 对不对 没有啊 我们是对方敌人写的耶 对不对 好所以啊 这就证明我们神的超越性 然后他的心意是 你要得医治 你要得平安 我们有没有在这里头 没有就花时间默想 了解 更懂这一切 你要活在这里头 好 34节请念 这些是门徒一样也不懂的 意思乃是隐藏的 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他们已经正在路上了 而且快到耶利哥了 耶利哥离耶路上就很近了 好 然后他们一样也不懂 我们的意思乃是隐藏的 他们不晓得在说什么 有没有很考虑过耶稣的心情 耶稣讲了好多次 我要承受这一切 想说最少来表达一下爱吧 给我支持吧 一句都听不懂 就很像我现在在台上讲的时候的感觉 不是啊 没有啊 你们都听个懂 感谢主 你们都听个懂 感谢主 有笑的就听个懂嘛 对有在听嘛 对 刚才没笑的呢 懂了吗 好了OK 所以意思就是 其实门徒还是不懂 意思是隐藏的 但也是有原因的啦 为什么 因为上帝很多事情在某个时间点是隐藏的 然后突然启示就翻开就启示了 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看我们想想看我们敌人的想法 仇敌魔鬼现在在干嘛 我赶快把这家伙弄死 尼赛亚死了 就不会做成那些事了 我就不会一开始在创世纪提到要伤我 对不对 要给我死 对不对 我把他干掉就没事了 对不对 他一路上已经想了很多招数了 对不对 他一开始在想 那个女人的后裔 到底谁是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总是人的后裔吧 但我把人的血脉弄乱好了 所以我就找了一堆天使去跟人的女子 发生关系 那这样血脉不就乱了吗 对不对 因为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 他不能是天使跟女人的后裔 对不对 就这样啊 然后后来还是失败 弄了一个挪牙 那我想应该是亚伯兰的后裔吧 对不对 那我看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弄他 我想办法让他生不出来好了 让他跟他老婆吵架生不出来 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好 然后在后面好 然后再跳一点好 那他们后来生出来一群叫做犹太人的人 应该一定从这里面 那个圣经都有讲 对 这样我找人把他们杀光好了 就搞一个哈曼要把以色列人杀光 对不对 后来以色列人把他们杀光 对不对 他一直用各种方法想要毁灭 然后呢 终于我真的碰到一个女人的后裔 原来 是他 我这个人 我搞死他 搞死他 他要无罪 我找不到他的弱点 怎么办 我找旁边人弄他 找旁边人弄他 然后怎么弄他也没用 弄到现在 他现在要去 终于快成功 等一下把他搞死就好了 对不对 殊不知搞死之后 反而把自己搞死 这就是我们上帝 所以他要隐藏 他有他的策略跟战略 你很多时候不懂 为什么你现在生命遇到这些事 很多时候是你的错 没错 实话说就是 但是你的错 可以变成化妆和祝福 我们Metanoia 我们改变 它可以变成 攻击仇敌的武器 使你丰盛的武器 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修正我们的想法去改变呢 但是也有一些纯粹你要学就是等候 因为你不晓得指挥官在干嘛 你不晓得那个大能的那一位在干嘛 就很像我们常常讲的那个诸葛亮嘛 假设真的是三国演义讲的那么厉害 他完全知道曹操华龙道要怎么逃 他先派张飞在哪一个地方 然后杀一些人 然后再派赵云在哪个地方杀一些人 然后最后再派关羽放他一条神乳 那他们三个 这三个人都不知道对方在干嘛 可是最厉害就都知道 你是不是有一直听从军师的指示 所以圣灵是宝慧师 圣灵就是军师 而且拿着一个扇子在那边咬 懂意思吗 不觉得他有一个凉风吹过来 圣灵的风 结果他拿着那个白羽扇在那边咬 没有效就是因为不懂古典的那个 好啦OK好 我们现在因为要开始跨文化 所以要了解有一些梗 我就比较翻译的要怎么翻 翻译也不会有人笑 好啦回来了 好我以后特别要讲江湖 看他怎么翻 River and Lake 最好是啦 好啦回来了 这些是门徒一样也不晓得 意思乃是隐藏的 仇敌也还在被蒙骗中 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可是却要成就伟大的荣耀 好18章35到36节请念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听见许多人经过 就问是什么事 好为什么把将近耶利哥 特别的皇子 事实上马太马可路加 三个福音书都记了这件事 可是情节不一样 有人还说你看 你们那个圣经有问题 这个情节不一样 你们彼此是有那个 us的那样就是 就是对抗的 所以那是有问题的 不 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 我们先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讲的细节比较多 所以呢 耶稣将要到耶利哥这个城 耶稣时代耶利哥有 新城跟旧城 就很像是现在的耶路撒冷 也有耶路撒冷的新城 跟耶路撒冷的旧城 我第一次 我跟耶稣牧师 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就去住在旧城 然后旧城里面的修道院 然后就真的住在修道院里面 然后真的就是修女跟修士 在那边走 然后呢 还跟那边一起吃 一起喝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 那就很像是 台北也有台北旧城 只是我们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旧城 有城墙围住 所以你很明显 旧城就在城墙里 然后新城就在城墙外 还有一点距离 好 是这样 好 然后呢 当初的耶利哥 耶稣时代耶利哥 也有一个新城 一个旧城 好 OK 有一个虾子坐在路旁讨饭 听见许多人经过 好 然后有人就说 你看马太马可路加 有人说两个虾子 有人说一个虾子 你看你们圣经骗人 这叫找麻烦 你懂意思吗 我今天坐捷运回家 然后跟我老婆说 我跟你讲 我在捷运上看到一个人 谁你骗我 捷运上只有一个人 我只是要强调那一个人 懂我意思 好 那 那我说 我跟你讲 看到捷运上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怎样 所以你总共只看到两个人吗 没有 我再强调有两个人 他们是一活的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怎样 对不对 那你不能够说我说谎 所以你看 他说只有一个人 他说只有两个人 所以一定有问题 这个就因为他不想相信 所以他找麻烦 懂意思吗 对不对 你有没有遇过捷运上 只有一个人的 有啦 有些时候有啦 好不好 你就是那个人啦 不然呢 好啦 你有没有遇过捷运上没人的 那你不是人喔 好啦回来啦 OK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虾子 这个虾子叫做巴迪玛 然后呢 这是马可福音说的 然后呢 这个巴迪玛坐在路旁讨饭 然后听见许多人经过 就问什么事 所以这个虾子是 他虾子 他坐在路边要讨饭的 他就是一个 baker 就祈求嘛 对 然后希望有饭吃 OK好 然后呢 很多人经过 所以耶稣现在到耶利哥了没 还没嘛 将近就还没到嘛 对不对 将近十月就是 还在九月吧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他还没到 但我被晓他们 他是还没到新城 还是还没到旧城 总而言之 他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就开始骚动 大家说 耶稣来 然后很多人走来走去 虾子就算看不见 他听也听得出来嘛 对不对 就算听不出来 门也没多大 搞不好被撞到 被踢到啊 对不对 所以就问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好 请念37 38节 请 他们告诉他 是拿撒勒人 耶稣经过 他就呼叫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这个巴迪迈呢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确实有权利喊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好 之前耶稣到了 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有外邦妇人 假装自己是以色列人 在那边喊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大卫干你什么事 又不是你祖先 这个概念有点像是 我阿公的好朋友啊 你要帮助我 懂我意思吗 对啊 比如说好 大卫的子孙 因为大卫是他祖先啊 所以是大卫的子孙耶稣 然后又 我也是大卫子孙 你也是大卫子孙 所以你是我兄弟 你要照我啊 这个意思啊 然后比如说好 你根本不是这个家族的 然后你假装 你这个家族的人 要一些好处啊 那些人是这样 所以大卫的子孙 是指否犹太人 可以这样喊的哦 而且大卫子孙 耶稣说我犹大之派 你什么之派 你拿婆他离 对不起 没有吧 其实严格说起来 跟他讲 可是因为大卫的子孙 指名的就是那个弥赛亚 大家知道吧 弥赛亚就是那一个子孙 大卫的那一个子孙 所以他在说 弥赛亚耶稣啊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请你可怜我 而且他是什么 他是看不见 还是听不见 看不见专业是谁一的 只有弥赛亚在医 看不见 你去看究院哪里 哪一个看不见的被医好 就是只有弥赛亚可以医 这是犹太传统 OK所以太好了 那个专科医生来了 只有他可以医眼睛的那个来 他就一直喊 一直喊 好然后呢 耶稣可能没听见 因为太多人 所以有一种可能 他就从星辰进去 然后走完了星辰 星辰到旧辰中间这一段 发生了后面的故事 好现在九节请念 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如果这个巴迪迈很乖 大家责备他 他就不作声了 那你觉得他最后会得医治吗 不会啊 不会啊 真的不会啊 他是 那他一直跟神喊 他一直跟神喊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他就对耶稣说话 这一种祷告 所以他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 但不是靠你的祷告 虽然这个时候是靠他喊 但是现在你不用喊神也听得到 所以重点 祷告成就这件事情 当然有很多面向 像这个时候 就是要持续的坚持 但是呢 你对耶稣的部分 你不用像那个 因为耶稣那个时候有肉体 所以你必须喊到 他的耳朵听得见 对不对 虽然他无所不知 可是同时他有肉体 他要耳朵听见这一切 对不对 那当然很多时候 他也知道人的心声啊 可是他还是要喊嘛 然后他在喊的那个时候 他的信心会提升 那个疑惑会减少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有些事情 你拼了先做下去 后来想 哇我怎么敢做这种事啊 对不对 有吧 对啊 那个时候就是 其实就是所谓不疑惑的时候 懂的意思吗 管他在拼了再说啦 冲啊 然后真的冲对了 对不对 有些时候买股票 也是这样 到底会涨还是 你要办法冲啊 然后就真的 然后就仗上去啊 对哦好 那时候怎么敢啊 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他却越发喊叫 他坚持一直喊 耶稣啊 耶稣啊 大位子 算了可怜 他坚持下去哦 好 那回到我们的部分 我们不是要一直喊 不是说你喊 越大声就越蒙福 那家里都记得放喇叭音响 麦克风买好一点 哦 一百亿 哦 钱就来 最好是这样 对不对 那你就你就去搭 你就去做那个音响舞台公司 有钱的很随便喊 不是嘛 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在坚决 一直喊大位子 说哪可怜我 然后拼了 我就是要 那个时候疑惑减少了 信心增加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 常常祷告不可回心的重点 是在于 不要疑惑 然后坚持 继续相信神可以 不是靠祷告多 常常祷告不是祷告多 是不要放弃继续相信 因为你祷告久了 然后 你那个疑惑会跑出来 特别是比如说 身体病痛 假设小明有身体病痛 他身体不舒服 然后他祷告很久 那个东西都没有好 然后人总是会有高低起伏 人生正常 你有信心很高涨的时候 也有信心很低落的时候 你有肚子很饱的时候 也有肚子很饿的时候 对吧 都没有信心高涨 我就举例 还是从来没饱过 不是你从来没饿过 好不好 只要有一点点饿就赶快去吃 是不是 好 人总是会有高低 所以当你的信心降低的时候 你疑惑提升的时候 你要懂得 这个时候要么就扒在耶稣基督里 要么就是安息 或者是怎样 保守自己的心 不要进到那个疑惑里 这才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重点 当然还有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 很多时候是信错了 我们错误的相信 跟一堆疑惑 让那些事发生 那疑惑我们当然就是刚才说的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现在自己状况不好 那你有些时候就是去睡觉 有些时候就是去做一件你快乐的事 真的啊 心情不好就是吃啊 你平常就这样啊 对不对 这也不见得不好啊 如果这东西可以带出神的爱啊 对不对 心情不好就吃 压力带就吃 对不对 很多时候都这样啊 对不对 不见得绝对不好 不要定自己的罪 不然你又吃又定罪 那就亏大 又胖又定罪干嘛 对不对 你就是去做这件事 主啊你超爱我的 我知道那个卡路里的部分就拜托你神机了 OK啊 最少你是被爱的啊 那上帝就说 这类的BG靠近视才能赶出去 听得懂我还讲手 你知道这都是圣经经文 好OK好 我们在发展圣经经文笑话 OK好 所以啊 你知道重点是什么 是你在那个当下不要定自己的罪 然后 有可能是你就觉得你很没有被爱 那你去做一件事 你真的觉得你会被神爱 那你就去啊 我讲过龙虾的历史嘛 对不对 我就觉得我很忙碌 我很累 弄教会一堆人士的事 然后我就祷告 然后神就带我 就有一个 有一个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 说可以明天吃饭吗 一定是要聊一聊嘛 一定要牧羊嘛 那就去啊 可是我知道这个弟兄姐妹很大方啊 她上次请我去那家餐厅的时候 有吃龙虾 而且吃到饱啊 但是 我挑的啊 那是冷冻龙虾不好吃啊 我想吃活的 谢谢 然后呢 我还是去了啊 去了之后坐下来 就看到中间一个牌子 我就开始感谢主啊 本公司从今年几月几号开始 提供活龙虾吃到饱 我都吃了六只啊 吃到头会痛啊 吃到太鲜了 那个会冲上去你知道吗 那个鲜味是会冲上去 有没有体会过 没有啊 好焦哦 然后我刚好打个喷嚏啊 然后龙虾肉从鼻孔喷出来啊 我就完全懂 旧约提到那个黯唇肉喷出来 我的是龙虾肉 你才黯唇肉 对啊 就是这样 然后上帝说你有没有被爱 当然有被爱啊 看到那一刻的活龙虾吃到饱 那一刻我就被爱了 我事实上我很急车哦 说真的啊 人家请吃龙虾吃到饱 你还闲 有冷冻就不错了 宗教的想法会这样 可是我要感觉我被爱啊 我跟上帝说 我要吃活龙虾的那种 那天就改规定啊 那个弟兄姐妹很大方啊 他都一定会请我吃啊 我也不好开口 他说你要不要 我说我要 但我没有开口啊 因为不好嘛 怎么可以 我们毕竟还是 要荣耀上帝啊 对好 回来了 好 你要感受到被爱 所以你要用一个你的方式 很多时候你就去看个韩剧 OK啊 男主角欧巴说那个话 你就觉得被爱 也是可以 你要知道那个是耶稣透过他说的 你爱上那个欧巴是没有用的 但虽然耶稣也是你欧巴 你知道吗 耶稣是你大哥你知道吗 而且你确实为了要嫁他 对啊 对啊 我们就是大家要一起 整个教会要嫁给耶稣啊 好OK 然后呢 你可以是好好去睡觉 去按摩 去干嘛 重要的事情是 让自己感受到神爱你 然后还有调整自己的错误 相信 然后让那些事都开始发生 在你生命当中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心 所以你知道 他在呼喊大卫尔子孙可怜我 他在那边呼喊呼喊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他拼了 我就是要喊到耶稣听见 这个时候这个拼了 那个疑惑就减少 信心就增加 是这样来的啊 对不然大家阻止他 你看这边是有人阻止他的啊 不许他作声 而且你瞎眼 而且你平常要跟这些人讨饭 他不许你 很多人说 算了 为了以后有饭吃 算了 我不要讲好了 对不对 而且你如果要你会被他打 你有必要你被谁打 因为你看不见 对啊 被踢一顿 不用看破铁就可以打你 你就被看不见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可是他拼了 我就是呀 我喊到耶稣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他是弥赛亚而已 而且他专一瞎眼 就是我 就是我 他是这个态度 我们有没有这个态度 然后持续的相信 然后呢 我跟你讲 他不是一喊就成就 他可能从 还没进城 他就开始预备 他一进城 就一直喊耶稣忙着 因为等一下 在同一个时间 耶稣进到了撒该家 所以不曉得他喊了多久 而且他可能从新城 假设先从新城 陈新城 好 OK 从新的城 陈新城就是陈城的名字 OK 从新的城走出来 到旧的城 中间才发生这件事 他可不可以喊了两个小时 有可能啊 真的啊 因为耶稣还去撒该家 耶稣说我今天要去撒该家 那撒该家如果又很远 或是什么 谁知道 没有讲细节 可是他就是坚持 而且很多人不许 搞不好变成踢 他打一起 说耶稣 他我也只算可怜我 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 最后呢 耶稣就走了 那他到现在还在喊 怎么可能 对不对 请看下一页 好 18章40 41节请念 耶稣站住 吩咐把他领过来 到了跟前 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就站住了 他不是喊 耶稣站住 不是 他是一直会喊 耶稣大会的子孙 然后耶稣就站住了 可是真的不要喊了多久 搞不好真的喊了 你从一个城 还没进去 走到这个城 结束了到下一个 旧城新城中间的这个点 不晓得走多久 他一直喊 一直喊 耶稣站住 然后呢 这个时间里 耶稣决定要做这件事了 然后吩咐把他领过来 到了跟前 然后问他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然后他说 主啊 我要能吃饭 因为他是讨饭的 但耶稣就给他一顿饭吃 他可能从撒该家 打包的就给他这样 没有了 这撒该的时间点 心神就能不确定 可是 总而言之 是他说的重点 我要能看见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 不是跟耶稣 讲一堆有的没的 你就是直接把核心 跟神说 比如说 那天我跟夏朗牧师 我们去美国AIT 美国在台协会 去办 就是签证 要去美国宣教的 这些东西 然后呢 队伍很长 几十个人在排 只有三个窗口 在处理 然后呢 我们就观察 那三个窗口 有一个签证员 很凶 一直 一直质问那个人 面谈嘛 面谈 后面两个比较好 那个时候我就想 上帝 我要不要跟你指明这两个 我跟你指明这个 而且看起来 那个女的很和善 我要不要跟你指明 这个人比较好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上帝 然后突然间 我觉得不对啊 我只要将我所要的 告诉神 所以主啊 我们要非常顺畅的 拿到我们的美国签证 然后尽量 他不要用英文问我们 对啊 好OK 然后排到块钱面 按照顺序 糟糕 好像是那个 很凶的耶 怎么办 问题是 很凶的那个前面那个人 原本排在我们前面那个人 那个人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申请这个签证 他就说 他一去 然后呢 他们就聊起来 就说 我申请这个签证 是因为我要去干嘛 然后最后我要去北极的 还是什么南极的 什么海边玩 然后突然间 那个很凶的签证人员 就跟他聊起来 我跟你讲 我全世界哪里都去过 就只有你要去 那我没去过 我们就聊得很开心 他当然签证就给他过 然后他就带着笑容 笑着笑 然后我们走过去 跟他讲了大概五句话 就拿到签证 他就很 他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 是因为前面那个 要去玩的人 跟他聊得很开心 可是我们就后面 被感染到的那个人 最好你不要多跟我讲话 你签证给我就好 真的也就跟你讲了五句话 我们就下一位啊 而且好像 你知道我只说一句话吗 She is my wife 真的啊 他就问说 这个男的是谁 我说She is my wife 这是我唯一说的话 剩下乡君 大概说了四五句话 然后我们就拿到签证 就走了 就这样啊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不要告诉上帝 他要怎么做 有一个农夫 他总是上帝说 上帝现在是 浇灌季节请你下雨 然后呢 现在是收割季节请不要下雨 然后你就告诉上帝怎么做啊 然后上帝真的照你所求所想 结果最后 你没有料到 这个雨原本是要帮你挡掉 并从海的 你没有料到 就算多下一天雨 上帝会 后面几天干 让他早一点 对啊 你不知道啊 因为你没有所有的资讯啊 我怎么知道 那个看起来最凶的最后 最后会给我最大的祝福呢 我怎么知道 我前面那个人 我前面那个人 一直在炫耀他去世界各地 我们在排队的时候 我一直听见耶 他想说 干嘛呀 我知道啦 很厉害啦 我很想说 很想跟他这样讲 我想我就继续听啊 对啊 没想到这个东西 最后成为祝福啊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只负责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然后神会调整啊 假设我那时候 跟神指明 我要那个女的看起来比较和善 搞不好 上一个人的 她生气出事的是我啊 对不对 我回 she is my wife 然后呢 然后呢 对不对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重要的事情是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然后来到神的面前 让他引导你 还好那时候我有问神说 我要不要这样求 然后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是 不要 就是将所要的告诉神 所以我就说那几句话 而且我前一天又预言 因为我们有做预备嘛 前一天预言 然后人家 我们在准备资料 他就说 如果他问你要怎么说 我就会说 she is my wife 真的啊 因为他是 江山牧师是主要签证者 我只是配偶身份 所以我只要确定 他是我老婆 剩下都与我无关 真的啊 就是这样啊 就超赞啊 OK好 所以啊 他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而不是说 主啊 请按手在我身上 首先在右眼 吐一口唾沫 或你 因为你上次是这样弄的 没有 我要能看见 了解 把你要的告诉神 不要叫他怎么做 然后 但是你要问他 主啊 我要怎么做 有些时候是调整 我错误的相信 有些时候就是等候 有些时候单单领受 有些时候好好安息 神要成就这一切 他爱你 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他不偏袋人的 OK 然后他说完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哦真的 这我也不会 就走 没有啊 我弥赛亚专业看这行的 好不好 请看下一页 好 18章42节请念 耶稣说 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救了你了 好是怎样 他写一封信给耶稣 你的信救了你 不是这个信 是信心的信 好不好 他的信心怎么提升的 在那个坚决 别人不许他讲 他也是 主啊 大卫子孙啊 可怜我啊 坚持 他可能坚持了一个小时 因为那个城要走完 可能要一个小时 中间要 有没有遇到杀该那段什么的 OK好 所以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救了你 他的信心 是在那里面提升的 如果他没有在那边 坚决的喊 是不会成就的 就是这样啊 啊我们是不是继续持续呢 我们每次只看到 你看他这样都得意志耶 嘿 你想哦 他是讨饭的 那些不许他讲话的人 是给他饭吃的 简单说 有点像你老板 你老板威胁你 以后不给你饭吃了 你还敢继续做这件事吗 如果那是神像你做的事 对不对 事实上你可以扩张到这个地步 从某些角度是这样啊 对不对 而且还有人生危险 你可能会被踢被打啊 对不对 你不要叫了啦 后面那个另外一个说 我也想得意志啊 耶稣没有依每一个人 你知道吗 耶稣并没有依每一个街上的 每一个人 耶稣依了每一个求告他的人 大家知道吗 摸到耶稣依附也得意志 跟耶稣求的每一个都得意志 可是很多人没有摸到耶稣啊 有一些人只是想去不想去 他到底能不能行不行啊 试试看 然后看完 那个八题买叫什么大声 好讨厌啊 叫他不要讲话啊 那搞不好我有点机会 可是好多人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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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没有效 这没有得意志耶 你懂意思吗 可是八题买那边冲啊 大威儿子孙啊 大威儿子孙啊 可怜我可怜我 他得意志为什么 因为你的信就有你 那个不疑惑 那个坚持成就这一切 了解 好 18章43节 请念 虾子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与神 众人看见这事 也赞美神 这个虾子 八题买 立刻就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好 所以为什么马可福音有记 他叫八题买 因为他跟随耶稣 他变成群众 他变成跟随者之一 所以大家可能就认识啊 对不对 好 马可福音是 很多是彼得跟马可讲的 啊彼得个性就是那种 外放啊 到处去跟他交朋友讲话 说哦 你就那个嘛 对哦 那个在耶利根 那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对 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也很想叫你闭嘴 可是呢 后来看你那么坚持 哦 恭喜你终于得意志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见证 然后他就记得这件事 然后之后他就跟马可讲 马可的记车就要把他提卖 马太是一个在算钱的 他比较在乎 他是税吏嘛 对不对 所以啊 马太福音就没有写他的名字 就有一个虾子得意志 就那个得意志那个虾子 没有啊 彼得就可能就有去 哦 他是巴提买啊 对啊 就是这样啊 对 然后路加 路加 路加他是去现场查考的 因为保罗也不在现场啊 他是保罗这群人的嘛 对不对 那路加当然他可以去问当时候 耶利哥的人 然后了解这一切 他是医生嘛 所以他也没有问出名字啊 可是马可记下来了 因为彼得在现场 OK好 虾子立刻看见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给神 众人看见这一切 也赞美神 好 我问你 这个巴提买 可能从小就在那个地方 讨饭讨饭讨饭 基本上没有一个演员 演那么久的好不好 如果他从头到尾都是真的 看得见 然后假装 那他要演那么久 终于才得意志 不太可能吗 对 我跟你讲 我这种人是这样 我以前还没有受洗 然后我去教会 然后他们就有医师特会 叫我去医师特会 我想说 谁也在那边演 我懂啦 要找那种见证嘛 对不对 你们购物台卖东西 那个见证多么假的嘛 对不对 找很多人来讲嘛 对不对 你这个一定也是假的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 有一个爷爷啊 他坐轮椅上去啊 然后拿着自己轮椅下来 他想说 哦 这演得蛮好 那个声泪俱下 超赞 结束之后啊 我就会上厕所 就看到爷爷 也来上厕所 他果然没有轮椅 然后就观察一下 男生上厕所 可以观察人家的 你知道吗 你就看看嘛 对 女生不行啊 你们一间一间的嘛 男生是可以站着观察一下 然后说 哦 好演员 优秀 那一刻我就想说 演得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的金钟奖 金马奖 从来没看到这个人 这合理嘛 对不对 演员都是同一个产业界的嘛 对不对 应该得个奖什么 我想可能没被发掘 太可惜了 我就放在心里 后来呢 又是下一次 别的医治特会 不同的场景 然后呢 我又去了 我又看到这个爷爷 然后当然他已经好了 对 他真的没有坐轮椅 那我就看到他这边敬拜啊 然后荣耀神 我想说 这个看起来 没有要上台啊 他应该不是被请来演的啊 不然这个 付钱叫他在台下敬拜 没什么人看 没效果 然后我越来越觉得 不符合成本效益 应该是真的 你懂我意思吗 我会去查这些 研究这些东西的人 对我都偷偷去观察啊 然后我都会观察那些人 然后后来发现那一切是真的啊 神的果然是需要这种人的啦 对因为 我们后来 我们最近去看了一些东西 就会发现 现在有好多好多各种先知预言 你知道声音上怎么说吗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乐 但 善美的要持守 但是各样恶事要进阶不做 现在外面有好多好多先知预言 而且那些先知预言会严重影响你人生的先知预言 请自己查验清楚 很多事情反正我就按照声音去查 然后呢 你一定要查验 不是每一个自称先知的人都是对的 而且这个经文的意思是 那个先知是真的 不要藐视他的讲论 但是他有可能会讲出二事 你要进阶不做 你知道新约的先知是会错的吗 旧约的先知错一个字 就直接用石头打死你知道吗 但是也不完全那么严厉啦 因为旧约的时候 先知有跟那个大卫说 怎样怎样也没有完全照着细节发生 因为他有悔改 对不对 但是新约连先知雅加布说 你保罗会发生的细节都没有完全发生 那个真的已经很准了 但是没有全部发生 所以如果你现在听了非常多的预言说 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你自己要祷告清楚 神会引导你 一定要查验 务必 特别是如果有某个先知说 他就是圣经里面的谁 他就是圣经里面什么很了不起的谁 怎样的话 请务必要查验 通常不大可能 你不大可能会遇到圣经里面指的那个 因为通常那个时间点你已经被提了 有知道我在指明什么就知道 好 感谢 所以继续回来 虾子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于神 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所以这个虾子是真的 他就一直跟着 然后所以大家记载了这整个故事 然后荣耀归给神 那个老爷爷 后来在其他特儿会遇到他三四次 他就完全都好了 如果你是一个坐轮椅的人 然后神奇的被医治 你也会每次敬拜都很感动 就是这样 这是真真实实 但是我也必须说 也不是每一个人去上海 医治都会每个都得医治 那我怎么知道他们相信什么 他们接受 搞不好这个人是一个极端保守教会 相信神的心意不是医治 只是试试看的人 那个就很难得医治 那另外一个是 在恩宠教会 就是神的心意就是得医治 他就是比较容易得医治 几率就大幅提升 真的是这样 OK 因为那个相信神的心意 是想医就医 不医就不医 那就是一种疑惑 那个疑惑就会卡住 就是这样 所以要信的对活的对 好 请看下一页 好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35 36节提到的事情是 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了 对不对 从星辰 又想到星辰 好 星辰走出来要到旧辰的路上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看下一页 好 马太福音20章29节 他们记得是 是出耶利哥的时候 好 所以大家就说 你看 你们路加说 将近耶利哥的时候发生 你们马太说 出耶利哥的时候发生 所以你们圣经有问题 查考一下时代背景吧 我们解经的原则是什么 上下文已经解经平行经文 作者受文者时代背景 你去查真的 就是有新耶利哥跟旧耶利哥 就是有 就有现在有新的耶路撒冷 我不是说圣经里面真正的新耶路撒冷 是耶路撒冷新城跟耶路撒冷旧城 真的有 而且真的中间是有距离的 好 这次马太福音提到出耶利哥的时候 请看下一页 然后马太福音有提到有两个虾子 为什么 马太是干嘛的 专门在算账的 我是税吏耶 我会记两个人 好不好 我比较 因为巴迪玛应该有一个同伴 所以他们一起喊 拼了拼了一起喊 猪啊大卫子人可和我 因为就总是一个人比较难坚持 有同伴就敢了 你有没有那种从小一起翻墙逃课的好朋友 有可能有嘛 对不对 两个 这是马太的特点 所以为什么 我跟你讲 如果你是做刑事侦查或者什么 你就会发现你找不同证人来 讲的不会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叫做串供 完全一样的是串供 每一个人讲真实的细节不会一样 但是会斗在一起 所以啊 马太讲有两个人是出耶利哥 因为他回想当年他写的时候 对啊 我记得我们说出耶利哥 他从新城走出来要去旧城的路上啊 所以出耶利哥啊 对不对 马可福音10章46节请念 到了耶利哥 耶稣同门徒 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讨饭的瞎子 是迪迈的儿子巴迪迈 坐在路旁 马可有他的独家报道 只有他知道这个人叫做巴迪迈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叫巴迪迈 他就说迪迈的儿子啊 巴就是迪迈的儿子 巴迪迈 巴就是他爸叫迪迈的意思 所以迪迈的儿子巴迪迈 其实就是他名字叫巴迪迈 好 OK 所以有一个人叫巴耶稣知道吗 真的 那个使徒行动也没有叫巴耶稣 耶稣之子的意思啊 那个就在假装自己是耶稣的儿子啊 OK好 法可福音这边就提到了 他提到到了耶利哥 又出耶利哥 对不对 所以啊 你就可以去判断 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 真的是这样 当然另外一派说法 是耶利哥诊很大啊 所以啊 他从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就一直求在耶利哥里头的时候 求到要出耶利哥的时候 终于成就啊 很有可能嘛 对好 那马可也在强调的是 那一个叫做巴迪迈的 讨饭虾子 OK 所以就拼出来了 这才是真的哦 完全一样的是假的哦 好 我问你如果今天我是为了想要 假设我是 通常人家说马可是第一个写的 好 那马太或者是路加 我想要写一样的剧本 我就照抄就好 我要故意写一个 他是到了耶利哥 可是我查考是出了耶利哥啊 他是将近耶利哥啊 每一个人写他查考到 这才是真的 了解 好 OK 所以确定了我们的巴迪迈虾子 他得了一致 为什么 因为他坚持正确的 看见神迹 好 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二节 请念 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做税吏长 是个财主 耶稣进了耶利哥 到底是一开始就进了新耶利哥的时候 我们假设新耶利哥比较早到 新耶利哥的时候 然后 那 如果还有这整个情节 那巴迪迈可能叫了两个小时 很可能 那如果耶稣进了耶利哥 是进的旧耶利哥 那最少巴迪迈在路上 新跟旧中间成旧 那还是叫很久啊 因为他要从新耶利哥的整条路上叫 叫到后面 也是要坚持可能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看城市多大 不过那个年代的城市 除了什么尼尼尾那种超大城之外 基本上 不会非常大 所以大概一个小时 台北市一个小时你走得完吗 因为跑了都跑不完好不好 对啊 台北市也没那么小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 一些小城市就有机会嘛 OK 所以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做税利长是个财主 好 那他的任务是什么 大家知道税利是干嘛的吗 收税的嘛 对不对 可是不像我们现在国税局啊 我们的税是有税率的 对不对 他会清清楚楚说 只能跟你收多少税 那个年代税利长是承包制的 税利 而且税利长又比税利大 他还可以跟税利再抽 所以呢 税利是干嘛的 他说比如说这一区 这一区 这条街 你负责收 收一亿税收 多的是你的 他就磕针杂木啊 经过的 此录是我开 收钱 用塑胶带收钱 用环保杯不收钱 退五块 没有在台北 在台湾 对 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要找一堆理由收 这是他们在干这行 所以大家很看不起他 大家很不喜欢税利这行 他们觉得妓女最少是劳力工作 你税利就是一个汉奸游奸 游奸不是用游奸东西 是犹太人的奸 汉人的奸叫汉奸 犹太人的奸叫游奸 你们会想过 汉人的奸是汉奸 那如果他是满族或是蒙古族 蒙古奸 好啦 回来了 所以 撒该做税利长是个财主 好 十九章三节的情练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路加是不是医生 医生是会注意人家身高体重 对啊 这边身高要身量矮 对不对 他不高嘛 然后所以前面有人把他挡住了 对不对 所以他做了什么 只有这样四节的情练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所以从这里你可以清楚知道 他是一个矮矮瘦瘦的人 因为如果他矮矮胖胖 桑树会断掉 桑树并没有很强壮 你们知道吗 桑树并不大 这种桑树是一个人可以爬上去的 你有没有看过桑树 它不是椰子树 它不是什么很大的松树 什么可以爬上去 这是桑树 这个人小小瘦瘦的道 可以爬上桑树 而且他知道 他一定是这边的人 他很熟嘛 对不对 所以他知道耶稣一定要走这条路 所以他就爬上桑树要看耶稣 所以你看 当你去把时代被你感受放进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一个瘦瘦小小的男生 然后大家看不起他 但他很有钱 你要不要嫁他 不是这样 没有啦 为什么讲到这个 好 这个人爱主 可以考虑假如他可以改变生命 可是实际上他变得很穷 还要吗 这是事实啊 好 十九章五节请念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萨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耶稣来了 到那里 抬头一看 所以这棵树要够高 所以这棵树要够高 耶稣才要抬头 耶稣不是爬着走的 对不对 所以啊 这棵树够高 然后呢 萨该 爬在上面 所以萨该瘦瘦小小的 是我爬的 那树树一定断 真的啊 我才不会去爬 等一下换我断 我才不要 对不对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所以 抬头看到一个 瘦瘦小小的男生 很有钱 穿着华服 叫做萨该 然后就对他说 好 因为他什么都知道 对他知道人心 他就当众说 萨该快下来 今天并住在你家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首先他怎么知道 因为他是耶稣 他知道万事 对不对 好 所以他不用自我介绍 他就直接说 他为什么要在大家前面说 大概是一个 大家很看不起的 而且他又瘦瘦矮矮小小 男生当然高大威猛 大家比较喜欢正常 对不对 瘦瘦小小的男生 有钱 但是都是欺负别人来的 大家都很看不起他 耶稣去他众人面前 讲这个话 看大家怎么反应 请看一下一页 10章6号7节请念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 都私下一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耶稣是故意的 耶稣故意在众人面前说 而且他知道 他这样说的时候 大家会议论他说 他竟然去那个罪人 他竟然去那个罪人的家住宿 他故意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成就一件神迹 可是你看 罪盖是欢欢喜喜的迎接救主 要去他家 别人却是私下一论说 你看 这就会这个世界 当你欢欢喜喜迎接救主的时候 别人是在那边私下一论的 当你要进去一个美好神机的时候 很多人是会私下一论 你能不能抵挡这些话呢 不用抵挡 他私下你也不知道 你确定你不知道吗 你看那个眼神 你看那个氛围 你就知道 你是不是还是能够坚持呢 对不对 你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护自己的心 让这件事发生 如果撒盖哗欢喜喜 要接待耶稣 看到众人的眼神 就算啊 耶稣不要来 大家都不知道 耶稣其实没差 有差是这些人 因为等一下撒盖要还钱了 懂吗 这才是重点 你们还想嫁他吗 他之后变穷光蛋 好了 回来继续 19章8节请念 撒盖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撒盖就站着对主说 他从树上下来 因为耶稣都已经跟他讲话 所以众人就让开 让他走下来 对不对 大家也怕树断掉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说主啊 他自己主动 耶稣有没有说 我去你家吃饭可以 条件是 首先先把一半给穷人 再来 请把你骗人家的钱 还人家四倍 条件谈好 合约拿出来 彼得来 笔墨次后 写下来之后 然后呢 帮大家谋福利之后 然后才去 那大家就会称赞 哦耶 对不对 没有 大家还在私下议论 可是 撒盖为什么做这件事 好 是主的恩慈 领我们悔改 还是我们的悔改 带出主的恩慈 从撒盖这个例子 撒盖 他不需要做这件事 他就算不做这件事 耶稣会去他家 因为耶稣已经说了 对不对 也会去他家 对不对 耶稣已经说了 因为神的恩慈 神在众人面前显出 即便撒盖是这样 我还是爱他 而且我故意要在众人面前挺他 就算他又矮又小 又讨人厌 又 有点钱 好 不是 然后我要去他家 耶稣现在搞不好后悔 可恶他钱都分光了 那我去吃什么 有没有想过这点 不会耶稣不会这样想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点 好啦 你看哦 他是不是税利 税利的钱大部分都是儿诈来的 你苛真杂相 你多收那个钱 就是一种儿诈啊 他大部分的钱 当然他自己本身可能 本来就有其他产业 他儿诈的钱还人家四倍 他可能赔到 首先财产扣一半 所有一半给从人 对不对 再来剩下一半财产 还要去赔儿诈人家四倍 他可能之后都没钱 可是当救恩 当恩典临到一个人 他主动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 要传扬恩典之道 今天耶稣有谈好条件才去吗 没有 耶稣就是爱 耶稣就是众人面前 挺他 支持他 爱他 然后这个人生命会自己改变 好 十九章九到十节请念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耶稣是不是去他家 然后救恩临到 救恩只是说 耶稣就是那救恩 耶稣说我就是要去你家 然后耶稣说去了之后 他只是在众人面前说了 然后呢 他该生命就立刻改变了 可是不是谈条件 不是你要先认罪悔改 承认你有罪 我才要临到救恩 是当成能点临到 人会主动改变的 好 可是救恩 救恩临到了 撒开家 撒开把他最看重的钱 给出去了 难道撒开就没有任何 其他坏习惯了吗 当你 大家都不喜欢你 就是有点钱 基本上你很容易 染上坏习惯 因为你很动骨 你会每天酗酒啊 那算普通的好不好 好 有些是吸毒啊 那时候你以为没有毒吗 那时候迷幻香菇啊 而且这个迷幻香菇的拼字 跟基督徒拼字很像 所以他们说我们基督徒 其实是一群用迷幻香菇的人 真的真的真的 有这个文献哦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可以去买迷幻香菇的啊 就是跟吸毒一样啊 对啊 他可能就是把所有财产给出来了 然后呢 他生命会慢慢慢慢的 像耶稣的样式 可是今天救恩临到他家 是临到了他自己改变 不是先改变才能得救 是得救了之后会自然改变 那你怎么知道 他也许钱财是他最大的问题 那他生命就完全改变 几乎 可是搞不好吸毒才是他最大的问题啊 给钱算什么 只要能吸毒就好 香菇都买好了 有可能啊 大量进货比较好赚啊 好啦OK 他是干这行的嘛 对OK 所以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罕的子孙 人只来要拯救世上的人 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我们所做的事情 不是一直去定人家罪 让人家悔改 是显出神的恩典 然后他们自己会改变 所以不要一直说 他都没改变了 他没有信心 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改变 他把最核心的改变啊 重要的事情是 人只要我们显出他的救恩 让我们先来祷告 主要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上帝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主要我们要坚持的 继续相信正确的 并且思想改变 Mittanoia 懊悔改变我们的错误思想 尽到那美好的祝福 就像虾子巴迪埋 坚持相信 坚持相信 神机要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奉寻释放 那个坚持相信 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的坚持 要在我们当中 神机要发生 并且要知道 救恩已经领到你的家了 我们的生命 会有那美好的祝福 祝福这里每一位 上帝爱你 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与他一起 进到他美好的人生蓝图里 花时间跟他相处 懂得这一切看见神机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站起来 打重新以来念这信仰宣言 123请 我相信上帝 拆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舍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 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零售本周的祝福 所以我们向你现场感谢 你用生命界28章的祝福来祝福 我们使我们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居首不居尾 在上不在下 使我们身所身身 入所下地所产的都蒙福 主要是我们手机电脑上传下载的蒙福 使我们经手签名 盖章的功课 报告 作业 考卷 契约 合约 连电子签章的都蒙福 就要帮助我们 懂得如何与你同行 看见我们生命中 如何改变错误的 相信正确的 信的对 活的对 进到那美好的祝福里 上天爱你 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因为耶稣基督 他现在在天上如何 你现在在地上 也要如何 谢谢耶稣 那最美好的日子 正在路上 那最美好的日子 将要来到 保守我们 抵挡二者撒岸的攻击 仇敌从一路来攻击 我们的思想意念 要被我们杀败 从其路逃跑 祝福这里每一位 谢谢耶稣 运用主耶稣基督 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来 圣灵感到的交通 全中我们同在 从今时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圣灵的一切的对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 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出来的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哦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病罪 病罪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